嗨,大家好,西娜又带大家走街穿巷了 不少人说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了 没有以前热闹其实年味浓厚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比如这次我们要逛的灰春街 还有在东方广场举办的年货节 到灰春街的时候刚到饭点 我们在一个叫旭香园的饭店吃了饭 这个店看起来不大但人气还是挺旺的 他家除了快餐和面食 还卖佛山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 价格还算便宜就是口味太淡了 如果在下多一点盐会好吃很多 第一次看到现做鲜卖的蛋伞 看起来挺优人的 最近上火不敢吃油炸的东西就没卖 服务员说卖十元一盒 这些都是摆在店门口的面食和各式小吃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面食呢 这个是芝麻丸 这个是咸水果 这个是咸水果 这个是佛山达产万宫饼 这个应该是大福饼 这个是芝麻丸 这个是芝麻丸 这些糕点在茶楼里喝早茶经常能看到,但这里卖的比较便宜,糕点都盖了一层保鲜膜,想吃什么跟服务员说,他就会拿给我们了。 吃完饭出来开始逛灰春街了,灰春街位于佛山缠成筷子路,这里有很多老旧的骑楼,每到春节前,都聚集了很多舒坝爱好者,在这里启磨灰春,到处洋溢着浓浓的粘味,浓浓的人间烟火气。 餐在厨房里面的地方,一些油烫的粘味,这些更正好,最近的衣服发来来,是匀的,所以通常的约 reform和美食结果。 所有的衣服很正常,只要从ui整厨的,总统如何能够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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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多,尾身的终身。 最后,几乱有的,在这里有那么多利用,正式。 一边一边就像海洋人,因为对象的形容,他们在约灰里面的上柜池割动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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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